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长出来的小猫肠都是倔强而带有脾气的 就那种尬着窝底下加了个大胡子男人一样的感受 实在是不太好受啊 那我们今天呢就来测测三款家用脱毛仪 到底好不好用 三款产品分别是Silking 菲利普和来自英国的博斯尼 这个Silking Infinity呢是老网红了 二代比一代多了一个充电底座 价格呢差了800块钱 但是按照网友的评价吧 还是一代的性价比更高一点 菲利普的这个Lumia Essential呢 是他们家旗舰店销量最高的一款产品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博斯迪 价格才699 怎么说呢这个价格在脱毛仪产品里面都算非常低的了 人家见到的卖一千多呢 所以我就好奇这个700块钱的脱毛仪到底有没有用 果然还是拆东西最让人兴奋了 三款产品里原柱状的都是闪光电容 长得像小猪佩奇一样的这个东西是古风机 比较尴尬的是博斯迪的产品 它的原件我们竟然在阿里巴巴上找到了同款 看来这是出口转内销呀 卖冲光脱毛呢主要利用的是光的选择性吸收的原理 深色的毛吸收的光多 产生的热作用呢就可以让毛发脱落毛囊萎缩 而皮肤颜色浅因此不受影响 所以深色皮肤的人和浅色毛发的人是不能用这种方法脱毛的 因为深色皮肤的人在使用过程中可能会造成皮肤灼伤之类的问题 而浅色毛发的人呢 用了脱毛也起不到脱毛作用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三款产品的实测对比 我们需要找毛发旺盛能拍出对比的同学帮忙进行测评 这个时候男同学的毛裤就派上了用场 三位同学一共六条毛腿 每条腿用一个仪器处理一半 另外的半边呢做空白对照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两组重复数据 菲利普和Silking用的都是三档 博斯迪因为痛感比较大所以降到了二档 时隔两周以后我们来看看在脱毛衣只使用一次情况下毛发的生长情况 总体来看菲利普和Silking毛发生长速度跟空白对照组比都慢了很多 菲利普比Silking要更慢一点 但博斯迪在两个同学腿上都没有太明显的毛发生长变慢的现象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使用档位低了一级 所以三款产品里性价比比较高的是菲利普 一个它很便宜 二一个它的脱毛效果也不错 而且它的实用感受也还可以 当然家里有框的话我觉得用Silking也是完全没问题的 相比之下呢这个几百块钱的可以放弃了 它的痛感比较高 使用效果也相对差一点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祝大家今年夏天都可以变成一颗光化的水底蛋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